我们通常觉得其实说男的阳刚 我现在经常觉得我们男的怂得不得了 这个反倒是女的 你看往往啊 比如说咱就说出轨啊 往往这个女的跟谁出轨啊 我不知道别的男的 我周围很多男朋友 那个倾向是什么啊 他有可能的话 他不会想见到那个男的 但是偏偏我见到我身边一些闺蜜啊 一些女孩子啊 他好像就是较劲 就是说我偏偏要看看我老公找谁了 他好像不怕见面 这让我觉得你们心理素质比我强多了 因为我女人不怕比啊 男人怕爱打是吗 男人比较怕比 女人不是不怕比 女人就爱比 对就非得要比一比 其实我觉得这何必呢 因为我觉得女人是不比不死心啊 而且女人的比 其实你就觉得从童话故事就开始 就是白雪公主 那个后妈也算她妈了吧 天天就照镜子 谁最美啊 其实就要比谁最美 而且女的你说要见面吧 其实她比的条件是相当局限的 就想比 这人是不是比我漂亮 甚至于啊 我听到的一些女的 就我周围的一些女的朋友 如果她婚姻当中有挫折 或者关系有挫折 很奇怪的 她第一个先怪自己 觉得自己就不够性感 或者说在那方面怎么 我觉得非常奇怪 我说你为什么想这个方面呢 她说一定是这样 可是我不知道 可能男的还不一定是因为这些理由 但是你说 我也听这女孩说 女人们在一起就爱比 但是我有个纳闷 就是说 女的都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她这个比 她脑子里有一个客观嘛 就是她会意识到自己比输了吗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文化里面的东西吧 就是因为你几千年男权文化 男性文化下来 她是在怂恿女性 在这种外貌啊 体貌上去比较 去争夺男人的宠爱 她是通常 她是倾向于让男性去在外面竞争 所以男性会觉得 这个去跟一个男 另外一个男人这样比 一方面是很丢脸的 这个方面啊 去很丢脸 另外一方面 她其实还是很胆怯的 但是整个文化是怂恿男 女性去比的 女性去争宠的 我就听说过 你们香港那个大刘 刘鸾雄 对刘鸾雄 我们的偶像 你们的偶像 她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她的情人说 虽然在这么撕得这么厉害 但是私下会说 就是大刘是喜欢我们这样 对 他喜欢我们 这样就是为他争锋吃醋 我跟你说 这还真的是 要不说这心理素质 咱不但没法跟女的比 有的男的 咱也没法比 你说这个 我想起毕加索 毕加索最有名的嘛 就是两个 她在那爬梯子上 在画室里画画 有个女的跟她在一起 另一个情人来了 说你说 你到底要谁 毕加索梯子都不下 就说你们打吧 两个女人 就谁赢了 我归谁是吧 毕加索就在画她的世界 对 她的谬思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毕加索挺狠的 我就觉得她说过话 我们中国男人 不可能这么去想问题 她要控制这个女人 她说 我怎么样让这女人不离开我 生孩子 毕加索的经验就是说 生一个我就捆住她 生一个她就离不开我 所以毕加索就是 她愿意就生吧 生了你都离不开 而且你看毕加索 还有一个就是说 她有一个老婆就讲 就是毕加索 这种存有欲能到什么程度 就是她一个衣服 不穿的那个烂衣服 永远不扔 然后有一次 她老婆就把那衣服 看一个工作服 就送给一个园丁 结果毕加索回家一进门 看上去园丁 回去跟她老婆就大发雷霆 就是你想到 其实这不是说是吝啬 这就是一种那种 非常强的战友欲 对 而且连她的那个画室 就说她从来都不整理 她东西堆满了 就关上 我再开一间 就是那个 我原来有的这些痕迹 她都得在 我觉得她是那种 就处处要留下 她的这个痕迹 包括在人身上 所以我就说 这个战友欲 今天咱们就是讲讲 跟这个有关 跟这个有 童童 你看我看你的文章 我觉得很有意思 有时候看到这个女人 写女人 她有一种 男人觉得 这个看的 这个真眼里的眼睛 都看得到那种感觉 那天我就看你写这个张亮颖 咱就今天说说这个母女 这也是当今社会一大主题 对 你那天写张亮颖 你觉得打脸不打脸 那天你不是 我记得你文章里有句话 她就说 这一场母女对决 惨烈到什么程度 这将是他们 大概意思就是将他们这一辈子 都很难化解的 这个冤屈伤痕 对吧 可是第二天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什么情况 你有没有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呢 你有没有观察到他脸上的表情呢 你观察观察 我觉得他脸 他妈妈脸上的表情就很尴尬 而且我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当场他们那个粉丝 和他妈的脸色都不是很好 那你觉得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就是爱面子吧 中国人爱面子 所以就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他爱面子当时 当初何必报给大家呢 我觉得当初是因为 他母亲是在这场 我觉得这场战争里面 他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就是第一 他经济上要依赖他的女儿 第二他 就是在人脉方面 他也无法跟他女儿相比 我觉得他唯一能够跟他母亲相比的就是 他可以用舆论去影响他 因为他女儿是个名人 所以我觉得他找到了他的命门 然后把这个命门一打开 他就发现他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就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出来了 我没有这种母女的这种体验 我就问一个二愣子的问题 你觉得母亲和女儿之间也是两个女人 对吧 母亲会嫉妒女儿吗 会的 如果不是亲妈的话 不是不是 就是亲妈 你看张爱玲的妈妈跟她 跟张爱玲就是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女人 她生下女儿之后 有一种女性的母性比较重 她就特别特别爱爱自己的孩子 然后有一种女人的妻性比较重 妻性就是 老婆 老婆的那个那部分比较重 她的重心仍然还是在 她自己的情感 她去吸引男人 所以其实女人还是分成两类 那么分成两类 比如说妻性比较重的那部分 她有可能是属于冷漠对待小孩 她就对她小孩一点都不关心 还有一种是属于那种 我觉得是凌辱性的 就是她会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纸牌屋 纸牌屋里 那个第四季里面 就那个女主角的那个老 那个妈叫做黑儿夫人 黑儿夫人就是 她临死了 她女儿去跑过去找她 她说你是来搞我的遗产的吗 如投入后 当然她可是最后 因为他以自己的死帮了他女儿 是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一种妈妈 她是永远在跟女儿比较 我比你美 我的腰比你细 我比你更吸引你父亲 就是我觉得有 因为它里面有一句台词 就是黑尔夫人有一句台词 就是说 你看你爸爸有些事情 是不会告诉你的 他只会告诉我 你不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吗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张爱玲 张爱玲 嘉辉是张爱玲专家了 嘉辉有张爱玲的手稿代售 通过人都拍 他妈妈跟你是本家 都姓黄 而且你想 就是我那天看着一个 就是说张爱玲 这是真实的事情 就是好像他从小喜欢他妈妈漂亮 他妈妈穿的口红擦的也好 衣服也穿的成熟 他喜欢 但是他从小还不是跟妈妈长大 后来他去找他亲妈起来 在香港 他四岁以前是妈妈在带大的 对 但是到后来他就是离开他妈妈了 但是后来他又到香港 他在香港上大学 然后有一个老师对他挺好 你记得吗 老师给了他800块钱 然后他就把这800块钱 给他的妈妈 据说他妈妈当年就住在潜水湾酒店 对 潜水湾酒店 然后他妈妈把他钱放在这一看 女儿孝敬我 女儿说是老师给他的 他妈妈当时就问 这老师对你什么意思 就大概意思 然后好像后来他妈妈就把这800块钱赌输了 对 对 对 赌输了你知道吗 就哎 张爱玲这样的人 你知道他会产生多么深的这种 我不我不知道能不能叫做恨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觉得我老师给我一样一个肯定 我把钱给你 你就这样随便的对待 我赌输了 于是后来他产生一个想法 就是他要还他妈妈钱 对 他妈妈比如说你看就像今天中国妈妈说哎 我从小为你付出了多少 这个那个 张爱玲真有点像那哪吒的那种 拆骨还腹 拆肉还母 没有 假如你说张爱玲跟他妈妈 我们看小团圆 假如小团圆当然是小说 里面假如有一些真实的成分的时候 有人研究小团圆是发现两个有趣的地方 第一个原来张爱玲跟他妈妈的恨不如想象中的深 因为到后来他是和解 他和解不是跟他讲和的意思 那张爱玲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 特别他经过湖南城那一段等等 他理解其实有一点出现在 不管是不是张爱玲的身上都是怎么样 当女人到了一个年龄都像他妈妈 他想法理解 不仅是他造型 她的想法 她的观点 原来他妈妈当年为什么那么的 小妹妹乖 好像不是看着小妹妹的脸说的对 看哪呢 看哪呢 我看她名字嘛 老婆在旁边呢 老婆在旁边呢 我不是叫她出去买烟吗 然后不仅是说身体造型像 而且更是说她知道 好多女性到了一个年龄 明白妈妈为什么年轻的时候 或者说自己小时候妈妈以前 那么有嫉妒心 那么有战有欲 那么没有安全感 因为那个女性自己也受了伤害了 经历过了 那另外一个小团圆让我们看到了 原来张爱玲跟她姑姑的关系 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 这很好玩的 原来她跟她妈妈不是想象中那么差 不是跟她姑姑想象中这么好 反正只要女人一聚在一起就麻烦多了 对 我就觉得这些有些东西 是外人的想象 所以我在想 就是你刚才说到 就是女的有的是妻性中 有的是母性中吗 因为我自己当妈妈 我就会觉得 是不是真的分得那么清楚 或者说我自己可能没有意识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看我女儿 她才三岁多 我不会嫉妒她 但是我会羡慕她有些事情 但另外一方面 跟我自己的妈妈 我就会觉得 有一个阶段 我会非常不喜欢我妈妈的某一个部分 特别是对孩子的教育 我就会觉得她从小 因为对我很严厉嘛 就真的会打 我们那一代都 妈妈打女孩 打到尺断掉这样子 哎呦 你太坏了 表示你太坏了 但是我们那一代人很正常啊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我当时就发誓说 我将来有小孩 我一定不会打我的小孩 但是我告诉你 就像她说的 就是跟妈妈会 那种循环呢 我到那个时候 我骂我女儿的那个话 做出来的动作 包括我自己的声音 我都就会觉得说 我怎么越来越像我妈 就某一个时刻 你做出来那个动作 整体都是回到了 你原来最痛恨的那个时刻 所以我们讲了 娶媳妇 你要想知道你媳妇什么样 你就看丈母娘 你就看她妈 那也是有循环上 会有演变 我自己会意识到 但同时呢 当你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你争不脱这个枷锁的时候 其实也恰恰是 你和你母亲和解的时候 我会忽然理解了 她的不快乐 她那时候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你知道我刚才讲张爱玲吗 你讲这个小团圆里头 张爱玲经常能写到 人与人之间这种尴尬处 比如说 她跟湖南城好的时候 就说湖南城提议 皮箱钱放在她那儿 其实到后来呢 这个湖南城老是 哎呀 这个找东京西边找借口 好像言外之意 要把这个钱拿走 或者湖南城逃难 就想要这个钱 张爱玲能够说 我去你逃难的地方去看你 甚至你湖南城找了别的女人 我去给你哭哭啼啼 张爱玲都没把这箱子钱 还给湖南城 到最后 她就是留着这个钱呢 终于有一天 那是不是叫扬眉吐气 光机就还给她妈了 立马她妈就哭了 她妈一下就崩溃了 就是你看 这个就是女儿 在多年之后 像母亲的这么一种 这叫什么呢 示威 示威 然后必将把妈妈击溃 就是完全击溃 最后这钱也没要 但是就是 她就是我还你了 你不是说你都是付出了吗 所以 她妈妈最后也想见她一面吗 但是张爱玲就以为是管她要钱 就也没接上那一面 然后 她是她 后来她妈妈死了 就给她寄了两个玉瓶 然后张爱玲接到这个玉瓶 就叹一口气说 你看上代人 防我们像防贼似的 以前都不给我们 就是 就是她也是那种冷冷的那种 那种语调 我有时候觉得 就是那种 这种 这种结 是结下了 可是 要结起来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那这位女作家 张爱玲 还有其他女作家 你没有发现吗 所有的母女关系 是女作家 之所以成为女作家的原因 不一定 我觉得大部分的母女关系 都不太好 但你说很难说好不好 因为每一段 不管你是不是作家 你成长跟两代之间 总有冲突 重点是作家 她会写出来 写出那种感觉 因为说张爱玲跟她妈妈 让我想起一位台湾女作家 有一篇文章 她也是学者 有一篇文章 大概标题叫做 第五十七页 什么意思呢 OK 她以前写很多文章 里面当然也有抱怨过妈妈 就像你说 妈妈怎么打我 怎么凶 怎么严厉 对妈妈也有 很刻薄的评语 然后后来她妈妈老去了 她妈妈生病了 住在医院 然后她发现 她妈妈就看她的书 然后她就很担心 很担心 不晓得她看到第几页 那个难过 她又不想 一方面很高兴 她母亲看她的书 在病院里面 好像临终 还透过她的散文 来了解这个女儿 可是她又怕她妈妈 写到她 骂她的 讽刺她的地方 后来她母亲就去世 在医院 然后她去医院 搜寻她母亲的遗物 然后看到那个书 看到那个结业 原来她妈妈是有看到那一夜 可是她整个人就崩溃 因为她想象不了 她妈妈看到那一夜的时候 是什么样感觉 然后她非常非常的惭愧 自己有笔在手 就像你们写作的人 媒体的人 那是权利 那怎么会我那么用那个权利 来编插一个老人家 老太太 她已经完全老了 没办法再打她了 没有还手的能力 我用我的语言 来这样骂我妈妈 她后来内疚了 内疚了几十年了 那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还有一种 就是是你文章里提到的 就是说那个黑天鹅 那个电影 那种母女之间 咱们觉得特畸形的一种关系 你可以看一段 你看看她妈妈这个脸 对 做母亲最无法忍受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知道女儿心里在想什么 是吗 你看当那个女儿回答她 nothing 没什么没什么的时候 就是那妈最崩溃的时候 没有 这个里面讲的是 是她母亲说 我因为生了你 毁了我的事业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 我觉得她最不能忍受的是 她女儿对她的藐视 就是女儿 其实到后面的意思是 你有什么事业 那我问你们 你说这个母亲 就中国式的一般的母亲 她是希望女儿 走自己的老路呢 还是不走自己的老路呢 我觉得走不走自己的老路 中国母亲最不能 最可怕的一点是控制 就是包括这个戏里面 就是严重的控制 就是你是我生的 你是属于我的 你所有的我都要控制 这个控制是本能 但是呢就是说 但你得控制自己的控制 为什么控制 因为在中国人的 这个深层的文化结构里 中国人认为孩子是属于我自己的 是属于我的一个物体 但是呢在国外 国外因为基督教的原因 大家都觉得 这孩子是上帝交付给我 我就是我代管这十几年 然后他还是要给社会的 但是中国人的有那种深层的结构里面 他认为孩子是我的 是我家的 是属于我的 是我的财产 我可以任意的处置 包括他为什么能打 打得那么狠 因为我自己的孩子呀 不打白不打呀 下雨天 对吧 你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嘉宾 在杨枣的 前两天我看来也写一个张亮颖 母女的这个事 他就是说呢 他说这个曾经有一个说法 觉得好像中国人家庭观念特别强 对 这个咱们倒都没看得出来 是吧 我觉得美国人家庭观念强 但是后来他讲啊 费小通当年的一个说法 实际上呢 是乡土社会和非乡土社会 对 乡土社会 咱们当年都是农民嘛 对吗 乡土社会表现出代际关系为核心 对对对 母亲和女儿这个是核心 对对对对 但是西方这种非乡土性的关系呢 是夫妻俩是 核心 咱们俩是核心 最大的这个核心 你这前一阵我碰见一个 我们的一个朋友啊 也是个文艺界的人士 他呢就再婚了 然后他前妻生的儿子 要这个结婚 他就跟我说 他跟他儿子较劲 他就说 他说他儿子就是说 结婚 他要按说让他去 他说但是他不尊重 我这个后娶的妻子 大概因为当年受过伤吧 对对对 然后这老爸 我发现他想的明白 他倒真不像中国这乡土社会的 他说他刚刚信了这个基督教 我哥们现在信上帝了 信上帝了 上帝说爱就是一切 是吧 什么爱 他就是说 你儿子跟我再亲 我姥姥跟我过的不是你 而是你后妈 对 所以你要不尊重我今天的妻子 我还就不参加你的婚礼 你看他是这么一种观点 对我觉得当你说这个控制 这种待绩什么也好 其实我觉得做父母的本性里面 不管是中外其实都有的 但你怎么一个控制 或者一个社会赋予你的 这种规则是什么 就我前两天也是在香港 去参加一个婚礼 是一个香港女孩 跟一个德国男生 他们俩交往大概有快十年了 就也一直没结婚 我碰到他就是这个德国男孩的 这个父母 我说哎呀那你今天应该特别高兴 他们俩终于结婚了 然后他爸说 I hold my tongue 说我十年了就是咬着我的舌头 我不敢问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他心里也憋着 但是他们的规则就是告诉你 你不能问 你不能闭婚 这种控制这个 其实用回那个社会 一种情调来打底 叫什么个人主义 你毕竟在我们说西方 非东方社会 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基本上 所以你如何 你不控制自己这种占有欲 基本上你是不对的 在法律上当然可能违法 这算是道德上你是不对的 你侵犯了别人的那个行动的主权 那个人主义这个东西 当然相对 在亚洲在东方社会比较薄弱 还有假如我们只看女性的话 我们要替女人说一句话 不是说什么女人母性 当然那个基因我觉得是有了 母性 因为整个社会相对还是对女性不公道 当女性在社会上面 在work place 在工作场所 在整个社会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受到威胁的时候 甚至相对没有权的时候 她当然要对她身边 能够掌握的东西的人 不管你是女儿是儿子 是老公是这个那个 都要拥有 占有 控制 她没有安全感 可是我们能够empower 能够父权 给她们女人权利的话 我觉得完全对变了 不需要谈什么几千年的生存结构 你这我见过一个 就是我早年间 多年以前了 我年轻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 好多 八卦记者 有一个 我就在她身上看到一种母亲 就这个母亲 也特年轻 但是她觉得她女儿 好像是她的一面旗帜 她女儿 你知道她女儿就是说 就是你带我走吧 你带我走 她说我只是想离开我的母亲 她女儿急于想嫁人的目的 就是不跟母亲在一起住 就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接不住 现在我是接盘侠了 那时候接不住 真接不住 就是说 因为母亲一大堆条件的 然后我就发现 她这个女儿跟她这妈妈呢 她妈妈到哪儿 都要带着她女儿去 逛街 我能体会那种心理 看我女儿多好看 反过来我在中国 还看到一种情况 我觉得是那个孩子 也离不开妈 你们觉得我见到过 有一些明星啊 好大的明星了 国际明星啊 那个经纪人就是她妈 你见过这种情况吧 然后我有一次就是 很偶然机会 就是要去采访一个 还不是去采访 是跟她见面一个 我就不说名字了 然后要有人弄灯光啊 有人弄什么 或者是跟就是跟谁联系 没有人呢 就是她妈妈 因为她妈妈就是浑身全是那个名牌 但她也不知道怎么 其实不太知道跟媒体打交道 但她起的作用 就是觉得说家里人特别的可信 什么都是我包办我儿子 就是这样 哦 但是你要不这样呢 那那个妈就冲着冯科发位了 是吧 你的经济 你的什么都跟我没关系了 是啊 有时候我不晓得 我还蛮喜欢我丈母粮的 当然我丈母粮去世 表中性 有时候不是 是真的 因为有时候 我那个跟我太太 闹矛盾冲突的时候 我就说她 怎么你不像你妈 因为我丈母粮很好气的 大姐大 喝酒赌钱吃肉 那时候再生的时候 经常说 叫我来赌两把 喝酒喝酒 要喝到醉不醉无归 有时候我会嫌我太太太安静了 不陪我喝酒赌钱 所以我真希望我太太 多顶上当妈妈 你放心 按照咱们刚才推导的规律 她早晚会下 对 变得你都认不出来 你的好日子会到头的 好 到点 我觉得美国人家庭关键强 但是后来他讲 费晓通当年的一个说法 实际上是乡土社会和非乡土社会 你说这个我想起毕加索 毕加索最有名的 就是两个他在那提趴梯子上 在画室里画画 有个女的跟他在一起 另一个情人来了 说你说你到底要谁 毕加索梯子都不下 就说你们打吧 甲鲁小团圆当然是小说 里面甲鲁有一些真实的成分的时候 有人研究小团圆 是发现两个有趣的地方 第一个原来张爱玲跟他妈妈的恨 不如想象整个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